真的才會發生一年至少就十次 那當然想台灣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來台灣之後有一個時段無法接受的台灣文化 聽完之後可能不會覺得這會怪怪的 但是對外國人來你們的有一些習慣文化 聽滿怪的 你們丟垃圾的時候穿衣服很隨便 我覺得你應該知道 就應該有體驗過 就在日本跟台灣的丟垃圾習慣都不一樣 我在日本的時候 大家規定是早上7點半前 大家要把垃圾拿自然回收場 因為我是做女生的舒適 真的不誇張 大家都在換好衣 至少搭理一下自己的衣容才會出去丟垃圾 台灣人像我跟我的朋友們都是 設定那個時間千五分鐘前 就幾個年 穿個年 穿個年 穿出去掉垃圾 甚至有些人就穿著睡衣直接就丟 我就直接穿睡衣 台灣不太會注意這點 醉垃圾的 然後被你發現 啊 對 就出來穿人家長脫睡苦睡衣 是因為台灣垃圾車都是晚上下午 因為日本可能不一樣 因為早上上班之前就是被他丟 就上班 所以時間也不一樣 第二個 不管是朋友或是女朋友或男朋友的家人 對我非常好 就像朋友一樣 可是這個部分對日本來說也蠻不習慣 你覺得 其實你在日本入購的那些朋友的家人 對你的行為啊 講話方式 講話內容 就可能不太一樣 這不外觀已經太深入的東西 對 有一些私人地帶的東西他們就選擇不問 不會跟你有進一步的 問你一些私人的事情 還是有心理的感覺 對 這個還是有心理的感覺 可是台灣人的話就很簡單 就是像朋友一樣 什麼都問什麼都回答 對 我們慢慢的習慣 我們 我們 我是台灣人 對 對 第三個是交通超級短 就是這樣 這可能是 這麼難嗎 唯一到現在還是無法習慣的一件事情 但一開始看到就是什麼東西 不同地道的感覺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交通是非常方便 而且乾淨耶 安全 客運的巴士的司機 也會跟我們說 就請注意一下 他們 欸 我先停一下 準備了嗎 準備了嗎 國伯社會撒 國伯社會撒 我要撒車囉 對 對 他們一直說謝謝大廚 那台灣就很不一樣 哈囉 很多習慣了 就是日本人被嚇到 想說他為什麼不開快一點 反而會覺得 很慢 只要他們會等乘客們坐好之後 他到站之後 人家才會站起來去下車 那個開的好像會 那整個彎直接飛出去那種 我現在想到還有一個 巴士的 因為日本人 兩個人的位置 如果一個日本人來搭車 然後他絕對不會坐這個 他就會坐靠你 靠在那個窗邊 為什麼 因為如果有人進來 就覺得很麻煩 坐在那個窗邊 最裡面 台灣就不會在意 就看你想坐哪一個 對 對 這個是很不一樣 還有那個 日本巴士很準時 日本巴士都有時刻表 這大家已經不知道 像我們都是用APP看 他多久後會來 但是日本人他 幾點發車 然後幾點到那個位置 他每一站 每天都有固定的時刻表 所以你只要查就查得到幾點幾分會過這個站 像不像台灣 隨時check MVP 這地方滿特別的 遲到就完蛋了 對 遲到就真的沒有車 沒有碰運氣再回事 萬一發生什麼事情 巴士遲到 後面的車都要改時間 按照規定 次 下一個 台灣人都很敢講 投資 錢 薪水的事情 特別是投資的部分 那最近真的很好啊 最近的話連日本都有 可是以前很多人不會投資的 也不會講自己薪水多少 關於錢的事情都不會講 但是台灣的話到處都有聽到 飛艇捷運哪裡都有講 吃飯 對啊 現在吃飯 年輕人很喜歡講投資 因為真的那個台積電怎麼樣之類的 最近買什麼股 要不要抱來聽聽什麼 大家很愛問 但是在日本最近很少聽到 至少我在日本的時候完全都沒有 可是最近慢慢的流行 然後是 覺得到自己突然覺得中的 因為台灣就一直都有了 沒有 還是最近兩三年 突然去年海護人數來過這個 記得 這個已經習慣了 但一開始覺得 你 要跟別人講 加個掌 薪水錢的事情 就很奇怪 不在 沒事 就常在路上 就被不認識的人講話 你知道那個 對 那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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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剛才把我這個字寫什麼 哦 我沒有開的話 這個是你不太好看 哦 好好好 那你中了 這個這麼多東西 我真的都吃過完了 哦 還是 啊 這個給你好了 哦好 這怎麼吃啊 當然用的啦 哦好好好 謝謝謝謝 謝謝 哦 好 沒有 每次都被打花 尤其是像阿嬤們很愛跟她講話 對啊 最近的話 去面試的時候 我在某一個車站等她 坐著這滑手機 然後旁邊的阿嬤突然跟我講話 一開始講台語 我完全聽不懂 可是我假裝聽得懂 對 我每次都很喜歡講講聽得懂 她就聽不懂 你就跟人家說 我是日本人 我聽不懂 不好 然後她就想說 我就想 嘿啊 啊真的啊 她笑我笑 哈哈哈哈 哭起來 很快的偷講東西 好像伏袋的東西 她要我看一些 這個有沒有中獎 有中獎 對 然後我幫她打 然後她就說 而且完全沒有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你是不是被騙了 然後她就在那邊 拿了很多東西回來 她就說 其實我是一個人住啦 這個我真的吃不完 都給你 然後我都拿了 我面試我們下 然後說 欸 到底在東西 怎樣 然後常被問 對 是外國人 你為什麼外國人問 你說 啊那個車怎麼走啊 然後我幫她查 然後之後就 就我也不知道Defi 就說 啊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是怎麼會發生的 一年至少有10次 我真的長得像台灣人嗎 嗯 印度 太過了 沙特卡 欸 次 Kor跟電影 是 平等 很高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團隊 好 要減贊 喔 要減贊嗎 好 87元 87元 8,7 喔好 謝謝 謝謝 Kubo 謝謝 謝謝 拜拜 大家要講的感覺 一定要講靜語啊 要不斷的笑 很辛苦吧 知識還有那個 有功 對 45度 那什麼都有歸 對 大家覺得去日本玩的時候 真的非常的開心 因為你們這樣可能在那邊 短時間5天到10天之類的 每天都 這個服務實在太好了 如果你去餐廳 便宜商店或是你去買東西 大家服務真的很好 但你如果是店員的話 你就會覺得很辛苦 就壓力很大 就很累 下班之後 不妨笑 笑不出來 這樣反而是台灣 就一樣 客人跟店員態度 台灣不會這麼要求服務的品質 雖然還是會在意服務的品質怎麼樣 但最主要大家應該還是問餐廳 和食物而去 不會單位服務這一項去這家店 對 重點是好不好吃 好不好用 然後加上說它服務很好的話 大家會覺得特別棒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常看到 某個百貨公司的那個 某個百貨公司的一個話說 然後我問他 他也不會回答 就是讓我關 然後撿上的時候 啊 你要撿上嗎 可是我覺得最近的話 有慢慢改善 但是真的 在日本完全沒有看過 嗯 日本完全不行 你工作的時候 不可以拿著手機吧 對 但是真的有表面 日本人也有兩面 裡面就是對客人面 就是很好的 可是你們如果看到他們的後面 就背後的話 可能會笑到 因為真的態度啊 臉啊 什麼都不一樣 所以日本當服務員真的很辛苦 嗯嗯嗯嗯 總之 我剛剛講的那個這些六點 就是剛來台灣的時候 無法習慣的時候 只有一個交通的部分 到現在是完全不會習慣的 但其他已經OK了 比如說丟垃圾 什麼服務員態度 這樣子寫的事情 跟家人等等 交通還是有點危險 哈哈哈 就是希望可以改善 有可能 對啊 但是有好壞 住在台灣蠻好的 很多外國人現在住在台灣 都喜歡台灣 我希望可以採用那個 第一個代表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 很讚的話 請訂閱我們 叮叮 開啟小鈴呢 叮叮 他們還是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喔 叮叮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 歡迎在下方留言來告訴我們 還有按讚嗎 那我們就 下次見 拜拜 1-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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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